指揮禁隔離會怎麼樣 所以主委 歷選也是要有勒手 NCC主委陳耀祥 被民眾黨立委林國成要求鞠躬 氣氛一度凝結 陳耀祥赴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再度就靜電視專案小組 調閱進度做報告 對於資料提供陳耀祥堅持 依憲法規定處理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個案 這是一個行政個案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在依照 7月9日解釋的行政 保持法律案 預算案條約或是其他的 重要事項 我們就會跟這個立法院溝通 陳耀祥重申比照司法院 誓字第729號解釋 陸營立委也認同 立法委員職權不該無限擴張 我們立委的職權再怎麼大 能夠飛天鑽地 能不能要求個別的公司 是針對他的公司治理或商業機密 來做處理來做釣業 一定要符合憲法的基本規範 強力監督的監督不應該是 慢無目的擴權的監督 你們撇開釣業球 你應該提供給釣業小組每一個委員 或者交通委員會每一個委員 這些你們可以提供 或者應該提供沒有違背法令的這些資料 蔡其昌也為NCC資料問題提出相關解方 不過前陣子 藍白還聯手提臨時案 要將陳耀祥移送監察院 你自己會擔心監察院的結腿嗎 我們不會 就是基本上我們都是造行法令 造卸滿會定位處 不會繼續點 我一定講過好多便 堅持任期7月31號屆滿 就會回學校任教 即使新任委員提名沒過關 也不會接受嚴陣 不過到現任前 藍白對陳耀祥的攻勢 恐怕不會減少 明日主任揚醒方仲淮 台北報導